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9号 星期五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奥克兰将安装数百摄像头以打击犯罪 为吸引中国游客和大熊猫 旧金山市长四月访华 奥巴马克林顿为拜登站台助选 筹款达到2600万元 官司败诉 校长辞职影响学校声誉 哈佛大学今年申请人数意外减少 中国强调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中国官员说 中国将使资本进出境更加便利 促进金融市场放松管制 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中东部的发电站 日本小林制药产品疑似引发死亡的病例增加到了5人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天侠3月29号东湾总和报道 据福克斯二台的消息 加州州长纽森29号宣布 奥克兰和东湾高速公路将安装总共480个新摄像头 以打击犯罪和高速公路暴力 预计将在奥克兰市的街道及其周围部署290个摄像头 并在东湾高速公路沿线部署190个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的具体安装时间和成本尚未透露 未来1至6个月中 这些摄像头将会陆续就位 摄像头将允许执法机构识别车牌号及其他车辆属性 使奥克兰警察局和其他相关执法机构 能够搜索涉嫌与犯罪有关的车辆 并接收实时警报 摄像机将保留视频28天 而且视频不会透露给加州执法部门以外的第三方 这意味着它不会与联邦执法机构ICE和共享 据旧金山标准网报道 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将于4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旨在促进旧金山旅游业 加强与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 或许最重要的是带回有关大熊猫的好消息 布里德代表团将于4月13日启程 除上海之外 还将访问香港、深圳、广州和北京 4月21日返回 包括乘坐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高铁 以及在广州与华南美国商会举行会议 部分当地华人社区成员已受邀参加布里德访华代表团 但市长办公室仍在敲定嘉宾名单 本来记者张苗 每次收费不到5元 按需拼车服务可以帮助减少道路上的汽车数量 并为可能无法驾驶的居民 比如学生或老年居民提供交通服务 本来记者天侠3月29日东湾综合报道 据东湾时报报道 在加州东湾设有工厂的特斯拉公司 将计划推出售价仅为25,000美元的电动汽车 为满足竞争需求 它必须彻底改革 由亨利福特开创的 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制造工艺 部件不是沿着线性传送带移动的大型巨型汽车 而是在专用区域同时组装 然后在最后全部组装在一起 这一变化可以将制造占地面积减少40% 从而使汽车制造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 更低的成本建造工厂 特斯拉去年交付了180万辆汽车 但目标是到2030年交付2000万辆汽车 要做到这一点 它将需要更便宜的汽车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3月28号晚上 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 在纽约市无线电程音乐厅 出席了一场众星云集的筹款活动 他们集体抨击特朗普 也遭到了一些呼吁加沙停火人士的抗议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三位总统都对特朗普当选后 可能构成的威胁发出了严厉警告 这次活动共募款2600万美元 成为历来募捐最多的一次政治筹款活动 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RICE的官员日前披露 该机构最近在一次全国扫荡中 逮捕了216个面临刑事指控和定罪的移民 在3月份的12天里 该机构的执法人员在全美各地 搜捕再逃的犯罪移民 被捕的216个移民都与毒品犯罪有关 其中近一半的人都曾被驱逐出境 这次扫荡也凸显了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的分歧 在一些庇护城市 一些被定罪的移民本来应该被驱逐出境 但地方执法部门却把他们释放了 彭博通讯社29号报道称 哈佛大学经历了新校长被迫辞职 和去年早些时候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定 其招生政策违宪等动荡之后 其新学年的申请入学人数比一年前减少了5% 共有5408人申请今年秋天就毒改校 申请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 录取率为3.59% 是2021年以来最高 报道披露哈佛大学今年招收了1937名学生 其中53%是女性 47%是男性 大西洋中部地区被录取的学生最多 占总数的20% 另外还录取了21名老兵 家庭年收入低于8.5万美元的学生 将获得全额奖学金 而那些没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其2024至2025学年的学费 预计将增加4.3% 达到82,866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9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扎实履行职责使命 增强忧患意识 坚决防范化解风险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按照标准 领选确定了首批启航企业 加快新领域新赛道布局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 新华社报道说 此次领选出的首批启航企业 多数成立于三年之内 重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性领域 企业核心技术骨干平均年龄35岁左右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徐志斌29号表示 中国将使资本进出境更加便利 并促进金融市场放松管制 他是在出席博奥亚洲论坛年会时做这番表示的 他说 中国将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继续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将拓宽投资的种类和范围 吸引更多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徐志斌表示 支持中国优质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售股票和债券 并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有序开展对外投资 市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寻求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举措之一 中国民航局29号表示 会继续配合做好国家低空改革相关工作 加快推进空域分类管理落地实施 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当天表示 会在航空器试航审定低空飞行服务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市场准入安全监管等方面 加强研究和谋划 健全完善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功能 协调相关方面 共同加强低空飞行活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29号透露 文旅部将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 进一步推进优化入境支付环境工作 总的原则就是大额刷卡 小额扫码 现金兜底 根据外国游客刷卡支付的习惯 在景区酒店等消费场景 布设POSE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9号表示 巴基斯坦26号的恐袭事件发生后 中方第一时间派遣跨部门工作组 赴巴基斯坦开展工作 工作组28号抵巴后 立即同驻巴基斯坦使馆有关企业等 全面开展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工作组在巴期间也将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 中方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 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切实加强安保措施 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全力确保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绝对安全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29号在官网表示 华尔街日报28号刊登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致该报信函 信函驳駁斥华尔街日报社论 日前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畅衰香港发展前景的恶劣言论 阐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必要性 重要性和正当性 另外香港保安局副秘书长廖里可期 29号致函英国卫报 强烈反对并谴责一篇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报道 批评报道极为误导 强烈敦促卫报要确保报道公平公正 停止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 据报道 美国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关键工具的先进中国芯片制造工厂的名单 以便企业更容易阻止技术流入中国 这份名单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对此中国外交部29号回应说 美方在科技领域对华封锁限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 是妄图遏制中国发展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违反市场经济原则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29号透露 因王毅的邀请 欧、法国、欧洲和外交部长塞鲁尔内 将于下周一访华 这是塞鲁尔内就任后首次访华 中方期待同法方一起就中法关系 中欧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深入交流 延续双方良好对华势头 推动中法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另一句消息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伯沃 将于3月31号到4月2号访华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俄罗斯从28号晚间开始到29号清晨 一直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东部的发电站 乌克兰方面表示 已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发射的99枚导弹中的84枚 不过有三座乌克兰发电站起火后被烧毁 最近几周 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 特别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以回应乌克兰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攻击 法国政府在29号谴责俄罗斯破坏三座乌克兰热电站的袭击行为 可能构成战争罪 本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 如果失去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就会在俄乌冲突中失败 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CBS采访时表示 虽然乌军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遏制了俄罗斯的进攻 但是如果俄罗斯在近几个月内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话 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防御的准备 乌军的火炮已经消耗殆尽 泽连斯基在采访中对美国已经提供的队伍援助表示感谢 但称必须换个角度看待美国政府为帮助乌克兰而划拨资金的实质 他表示美国原污资金至少75%留在了美国本土 他说弹药被运到了我们这里 但生产是在那里进行 钱留在了美国 税收也留在了美国 本台消息 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今年11月召开 外界普遍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出席 正在巴西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28号率先发声 称若邀请普京参会 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同意才行 巴西是本年度G20轮值主席国 去年普京没有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 有分析指示为规避政治责难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巴西总统卢拉去年9月说 如果普京到里约热内卢出席G20峰会 他绝对不会被捕 卢拉过后改变了说法 称普京最终会不会被捕将由司法系统决定 而不是由巴西政府决定 本台消息 俄罗斯将于4月1号开始春季征兵 俄国军方预计征招数以万计的军人 以补充武装部队人员增强后备兵力 俄罗斯每年于春秋两季进行招兵 政府说硬招入武的军人不会被派往乌克兰作战 但这次征兵之际 为乌克兰攻势进行新一波动员的传言 正满天肥 俄罗斯去年春季招兵数大约14万7千人 今年还未透露目标人数 战争观察组织29号表示 以色列当天对叙利亚阿勒坡省发动空袭 至少造成36名叙方士兵死亡 武装组织真主党的火药库也在这里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以色列已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数百次空袭 试图切断真主党通往黎巴嫩的补给路线 在去年10月7号 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爆发之后 这些攻击越来越频繁 俄罗斯就莫斯科于平壤疑似武器转让的调查 28号动用了否决权 阻止专家小组续任 这个专家小组的任期将于4月底结束 该小组负责就北韩违反制裁 进行核子和弹道导弹计划展开调查 俄罗斯29号为其动用否决权仪式辩护 强调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 阻碍朝鲜半岛对话与和平 无助于区域安全 北韩外相崔善基29号表示 北韩没有兴趣与日本举行峰会 任何会谈都将会拒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前表示 希望在无任何先涉条件的情况下 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谈 以化解数十年来的紧张关系 朝中社报道 崔善基说 平壤无意协助解决日本被绑架者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岸田执意坚持 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又称如果日本干涉北韩主权 平壤将会做出严厉回应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日前表示 由于中国继续在南海争议海域 对菲律宾军队和渔民实施 好战危险和具有侵略性的行动 如果有菲律宾水兵或军人被杀 菲律宾政府可以援引1951年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阿奎利诺上周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出席听证会时称 中方在南海的行为 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大胆 本台消息 日本小林治药29号表示 再有一人在服用旗下红取宝建品后离世 令疑似引发的死亡个案增至5例 药厂说这名人是服用有关产品后 因疑似肾衰竭而死亡 其家人已联系药厂 不知道他已经服用了有关产品多久 正调查产品与有关死亡事件的关系 小林治药社长小林张浩29号在大阪举行记者会 就相关健康受损问题致歉 称将协助有关公司回收海外销售的相关产品 据日本传媒报道 114人服用有关产品后要住院 另有近700名服用者出现健康问题 而正在求医以及计划求医 经常呼吁同情囚犯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28号在复活节圣周四的仪式上 在罗马为12名女囚犯洗脚 当天教宗坐在轮椅上 为每位囚犯洗脚 其中一些囚犯流着泪 教宗用毛巾擦干并亲吻他们的脚 教宗在监狱院子举行的临时讲道中说 我们都有小失败也有大失败 但天主总是张开双臂等待着我们 他从不对宽恕感到厌倦 这个监狱关押着近370名妇女 在教会传统中 圣周四是为了纪念基督 在最后的晚餐为宗徒洗脚的日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消防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